怀胎十月是非常艰辛的一段时间,但要说最艰辛的阶段,莫过于分娩的时刻了,怀胎十月一朝分娩,生活孩子的女人都知道,分娩是超级痛苦的一件事情,因为在这个过程中,不仅要面临紧张和激动,更多倒还是要经历分娩时间过长而带来的痛苦。 但是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生宝宝时,孕妈特别顺利的例子,这是和什么原因有关呢? 有关专家表明,这是和产妇的身体条件有关的啊,如果孕妈妈本身拥有这四种条件的话,生宝宝时都比较快,占两条以上已经很幸运了。 你占了几条呢? 一,产到条件好的孕妈,相信各位孕妈,在怀孕这段时间内,大都已经对顺产和偷腹产,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,很多孕妈都会选择在生宝宝的时候选择顺产,这样生下来的宝宝也会更加健康。 但是,想要选择顺产的话,身体也是要符合一定条件的。 若是产到条件好的产妇,生孩子的过程中,也会相对来说比较顺利一些,产到分为骨产刀和软产刀。 如果猜宝宝的头不过大,孕妈妈的产刀小于8厘米的话,是很难顺产成功的。 所以,若是云妈妈的产刀,达到8到9厘米的时候,相对来说,生宝宝也就比较快一些了。 而产力充足的云妈,分娩是一项重体力活,产妇的身体,精神都经历着巨大的能量的消耗。 电视剧中经常见到,女人在生孩子的时候,会有很大的力气。 所以,胎儿要是想要顺利的,从准妈妈的妇容出来的话,也是需要一定的产力的。 产力又包括直钩的收缩力,隔肌的收缩力,腹壁肌等,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子宫的收缩力。 若是在生孩子的过程中,出现宫缩不规律,或者是不会用力,用力不足等情况时,那么生孩子相对来说,也会比较困难一些。 相反,若是产力充足的话,那么生孩子也就比较顺利了。 三,有过分娩经验的孕妈,一般来说,顺产的过程大约需要11到12小时。 如果作为除为人母的新手妈妈们来说,她们的申请过程过程相对来说要比较慢一些。 但是,对于有过分娩经验的顺妈妈们来说,就不一样了。 如果宝妈已经生过宝宝的话,她们的子宫收缩能力也会比较快一些。 子宫颈口会随之而扩张,没有那么多的阻力来妨碍,再加上已经有过生育的经验。 所以,这类宝妈在生宝宝的时候,也会相对来说快一些。 四,分娩时情绪稳定的月妈。 分娩的过程当中,更多的还是紧张和激动。 伴随着生孩子的痛苦,很多年轻的宝妈们都忍受不住公缩的疼痛。 所以,有很大一部分宝妈在公缩开始的时候,就已经疼得开始叫了。 反而等到医生们让月妈真正用力的时候,确实不稍力气了。 虽然生孩子是一个非常有压力的过程,但是各位宝妈们也要懂得疏导自己的情绪。 若是情绪过于紧张的话,也会影响到开支的速度,和应道的扩张,更会影响到医生的情绪,难免会影响到生宝宝的速度。 所以,要想顺利分娩的话,月妈首先应当情绪稳定,这样的话才有更多的力气争宝宝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